根據最新的報導 蘋果下部計劃將使用新設計的充電接口 來取代現有的Laning充電接口 當然仍不會考慮使用USB Type-C接口 而是使用一種類似磁吸式MagSafe充電插口 現在蘋果擁有一項新專利 在美國專利商標局的一項最新專利中顯示 其概述了一種三幀MagSafe的充電插口 但該充電插口具有新的銀角設計 可以連接到手機底部充電端 它是一個圓形扁平的插口設計 只要吸附上去即可充電 與傳統充電接口有一定的區別 在專利圖可以清楚看到 外來的iPhone充電接口帶有磁吸式設計 並在iPhone底部 圖像中描述充電接口使用了一種磁鐵 可以輕鬆地將其從設備上吸附或者拆下 這可能讓人看完是最新宜的充電接口設計 它比當前的雷寧充電接口具有大大的優勢 蘋果希望將當前背部裝置的MagSafe設計 放置於機身底部充電端 這不僅能降低成本還能節省空間 再一來我們必須接受iPhone可在底部進行無線充電 分析郭明慈早在之前 他對未來iPhone的預測中表示 關於蘋果中的USB-C充電接口的傳聞 注定不會成真 在過去的幾年中 大多數安卓智能手機已經轉換為了USB-C接口 而iPhone長期以來一直使用專有的Lanning接口充電 但期間以來一直有傳言說iPhone也將切換到USB-C接口 但是郭明慈並不這麼認為 郭明慈還稱使用USB-C接口對蘋果項目中盈利貢獻很低 並且帶有USB-C接口的這種智能手機防水性能將低於Lanning接口 因此如果蘋果將在其智能手機中繼續使用Lanning接口 那肯定不贊成使用USB-C接口 郭明慈認為該公司可以完全轉向MacSafe磁吸充電 目前由於MacSafe磁吸無線充電 當前技術還非接近完美 而且充電功率極低 iPhone在未來幾年仍將使用Lanning接口 不過就專利圖像中 您所看到的可能是蘋果未來最終走向著一個趨勢 具有磁吸接口的iPhone 或許在未來將會把有線和無線充電合而為一 使用這樣的設計 將iPhone磁吸充電端對準磁吸底座即可快速充電 或者蘋果還會推出具有線纜式的磁吸充電插頭 可以實現與有線快充一樣的效果 這種方式充電設計相比傳統插孔有線充電 它防水性能更好不用擔心靜灰 而且它的便携性和使用壽命是非常人期待的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內容 歡迎在下方交流互動與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